大家好 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今天的运动至上 我是郭琪 以岗位技能练兵 服务全民健身为主题的 山东省体育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已经拉开帷幕 这次比赛将搭建全省社会体育指导人才 互学互建交流展示平台 引领体育行业岗位人员不断提升职业能力 促进体育行业技能人才队伍建设 更好的服务全民健身 体育强省和健康山东建设 为使广大选手更好的参赛 也让观众朋友们更全面地了解 从事社会体育指导工作的要求 我们邀请了专业权威的嘉宾 为大家进行示范 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请出 我省自行车运动员刘薇 他将为大家演示 本次竞赛中的半球蹲起项目 岗位技能练兵 服务全民健身 大家好 我是自行车运动员刘薇 来自山东危海 曾获得2015年亚洲锦标赛场地自行车 男子四公里团体冠军 目前在省设计自行车运动协会工作 非常荣幸由我来为大家演示 本次体育行业 职业技能竞赛半球蹲起项目 这一项目综合考察了选手的肌肉耐力 及平衡控制能力等身体素质 选手们需要站在波速半球突面上 连续完成50次规定蹲起动作 向下时大小腿夹脚为10到100度 向上时大小腿夹脚为170到180度 下面请大家认真观看 注意动作要领 在动作过程中需要注意 选手可能出现从半球跌落地面犯规 或身体其他部位碰触半球犯规的情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身体平衡控制能力 是完成日常生活中各类活动的前提 与我们大众人群的身体健康 与预防损伤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针对性的平衡训练是 提高身体平衡控制能力的主要方法 在这里我给大家介绍一个 简单有效的平衡训练动作 大家可以在家里进行 循循渐进的练习 动作名称叫做单足站立 双脚打开与肩同宽 膝关节自然伸直 身体自然挺直 收腹挺胸 下额微收 两手掐腰 肘关节自然弯曲 练习时缓缓抬起一侧腿 使抬起大腿于地面平行 膝关节自然弯曲 维持动作两秒 然后慢慢放下 抬起腿 直至膝关节自然伸直 注意脚不要与地面发生接触 一旦动作掌握熟练 可以加快动作速度 向上抬一秒 停留两秒 放下腿四秒 练习时保持正常呼吸 不要憋气 向上时呼气 向下时吸气 整个练习过程中 保持动作不要来回晃动 这个动作每周可以练习 两到三次 每次练习 一到三组 每组每侧腿 六到十次 每组间歇时间 不要超过三十秒 坚持规律性的 练习可以提高 身体平衡控制能力 我是自行车运动员刘薇 和我一起锻炼吧 欢迎回来 在我们平时的锻炼过程中 难免出现磕碰 受伤的情况 所以本次体育行业 职业技能竞赛 设立了安全防护技能 可以说是非常实用 也非常重要 我们接下来的嘉宾 将向您讲解演示 头部流血包扎项目的 比赛规则和操作流程 岗位技能练兵服务全民健身 大家好 我是山东省运动康复研究中心 综合科科长 副主任医师张纳 非常荣幸 由我来给大家讲解演示 本次技能竞赛 安全防护技能中 头部流血包扎项目的 比赛规则和操作流程 我们人体的头部 血管非常丰富 一旦发生外伤 出血量一般较大 如果不及时处置 流血过多 严重者可能导致 失血性休克甚至死亡 因此头部受伤出血时 快速正确包扎直血很重要 头部外伤常用的包扎方法 有三种 一种可以使用绷带 回反缠绕包扎 二是可以佩戴头套 来压迫直血 第三种就是我们接下来 要讲到的使用三角筋包扎 这种包扎方法 使用简单 操作方便 容易掌握 通过包扎 可以起到保护伤口 减少感染 压迫直血的作用 在日常生活中常用 大家看这是一条三角筋 这条边是三角筋的底边 和底边相对应的 这个角是三角筋的顶角 底边和腰的夹角 是三角筋的底角 下面我以头顶部出血为例 给大家讲解演示一下 先将腹调腹到伤原的伤口处 让伤原用手按压住进行直血 然后双手分别捏住三角筋 底边的中间三分之一的位置 向内折叠两次 宽度约两横指 然后把折叠好的三角筋的底边 和伤原的眉毛的上方对齐 然后绕过伤原的耳朵 逐渐收紧三角筋的顶角 然后将三角筋的两个底角 在枕骨促隆的下方交叉 然后绕过伤原的耳朵 在前额的正中打结 尽量避开伤口的位置 然后把带子固定好 一只手轻轻按压住 上缘的前额部 另一只手拉住三角筋的顶角 拉紧伸平 然后把多余的部分 向上翻折 固定到三角筋的底边内 这样三角筋的包扎就完成了 最后我们来检查评估一下 三角筋包扎的效果 我们可以用手轻轻提拉 三角筋的顶部 看看有没有明显的空隙 有没有较大的松动 如果没有 就表示三角筋包扎成功了 好 以上就是头部外伤流血 包扎的全部操作流程 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 按照竞赛规程要求 在包扎过程中 三角筋的底边位置不正确 或者是包扎时包住了耳朵 没有在枕骨粗龙的下方交叉 没有把顶角固定到底边内 或者是三角筋包扎的不牢固 这些都是要扣分的 请大家注意避免这些错误 希望大家通过观看刚才的演示 都能熟练地掌握此项技能 在实际生活中 与遇到头部受伤初血的紧急情况 我们手边没有三角筋时 可以用毛巾或者是衣物来代替 按照刚才我们讲的操作流程 来实施紧急包扎 我是张娜 请大家和我一起学习 订阅安全防护 增强安全意识